警戒县内几十名年轻小伙子在行色匆匆的挖掘里寻找着什么 男子面前的这个洞到底有什么玄机 这群人到底在干什么 五月飘雪 车辆被困 救援道路困难重重 他们到底能否安然脱困 平安365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2014年7月又到了农忙时期 在安徽省博都市石河城孙楼村的一幅田地里 发生了意外 大人在那好潮来可能是 找我可能小孩没找我 这个荒废的鸡井井口直径只有20厘米 但是又近6米深 整个鸡井上寨下关 起初在井口还能听到孩子的哭闹声 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小 大家不禁猜测 难道孩子真的出现了意外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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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井里的孩子名叫浩浩 今年刚一岁 在井口一直呼喊的正是孩子的父亲老崔 当天浩浩的母亲去了娘家 而老崔就带着浩浩一起去地里干活 正在专心忙农活时 竟然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寻着哭声 老崔在一个废弃的鸡井里 看到了孩子 随着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小 救援人员分析 小浩浩有可能在跌落过程中受了伤 再加上这是一个通风不流传的季节 浩浩在井下很有可能已经缺氧之息 另外一组人就专门 就是用那个医用氧气包 然后向那个深井底部 然后给孩子输入氧气 为了浩浩的生命安全 消防员不得不采取一个比较慢 但是安全的救援方案 首先测量好井深 然后在机井的一侧 约1.5米的地方 挖出等深的大坑 然后通过打通井壁的方式 凿出一个洞 从洞里进入机井 救出小浩浩 有了1.5米距离 就是这样 为了便于横向 在贯款这个通道的时候 便于就是保证这个 土层的这个烟丝的厚度 防止二次探查 而此时救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无论老翠在井口处 对小浩浩怎么呼喊 都没有回应 见此情况 大家越来越担心 甚至有点失去信心了 由于有些灌溉景 水景缺少必要的景视标志 所以类似的掉井事故 并不在少数 2013年10月22日 上午10点左右 广西南宁市 冰湖路小学内 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 坠入三米深的污水井内 遗憾的是 救出后的孩子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2014年7月19日下午 浙江省于瑶市 一家废水处理厂 一名男员工 不慎跌入公司的 一个印井室内 被人发现后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而他今年刚满25岁 那么近一岁的小浩浩 此刻能否化陷为一呢 现场的人满 谁也无法预料 此时的救援 在争分夺秒的进行着 经过挖掘机 近两个多小时的挖掘 终于挖出了一个 和机警等身 接近七米的深坑 两名救援人员 携带设备 下到深井中 准备人工挖出 通往机警的救援通道 这是一个新的难题 又出现在了救援人员的面前 它那个到底下 底下是有沙浆 反正涂质是比较硬 开始用人工挖 挖不动 挖不动 然后最后就是 向他们就是群众建的一些器材 因为图纸坚硬 挖掘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而且这个深井建造质量差 砖土结构多 价值年久失修 救援人员使用铁鲜 冲击钻等工具 在寂静凿动时 必须小心力度 如果造成坍塌 将直接导致救援失败 树小石挖出救援通道 孩子竟然离奇消失 孩子不见了 里面这个洞到底是有多大 他是爬到什么地方 警下惊现神秘坑洞 孩子到底在哪 平安365危机时刻 正在不出 晚上11点半 救援人员终于遭出了一个 连通激进的通道 可让人意外的是 经过救援人员 对寂静第一步的目所寻找 并没有发现 追静的浩浩 孩子不见了 不见了 当时我们就 就在想 这个孩子是 里面这个洞到底是有多大 他是爬到什么地方 里面可能不够 现在把洞都打垮是吧 整个深井的通道 都是上下是一样的 只有到了底部之后 突然间多出来一个 直径一米 一米左右 高三十公分的 一个坑 原计划是 救援人员在深坑中 打通和激情相连的通道 有救援人员伸手进去 把孩子给拉出来 也是为了节省时间 打出的通道口 只能伸进去一只手臂 并不能通过成年人 打开洞以后 发现里面那个洞口 还是很小 很小 只能进去 进去一个头 跟一只胳膊 虽然我们外面打的洞比较大吧 但里面还是 还是这样 你把洞口先扩大 小孩去除了没事 小孩很正常 现在救援人员 只能再次对通道进行扩大 终于 救援人员 能进去半个身子呢 通过对警局的寻找 他们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落井时间比较长 确实害怕 担心孩子出现什么意外 我就用 用劲稍微拉了一把 小孩哭了 这样 算了口气 算放心了 小浩浩能哭 就说明没事 现在救援人员 只需要把他拉出来就行了 可奇怪的是 浩浩竟然不配合救援 去救他的时候 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 然后准备给他拖出来吧 一碰到他就醒了 孩子没睡好 都不就哭吗 他哭 我们拖他 他往里面拖 救援人员猜测 小浩浩才一岁多 年纪小 再加上害怕 有抵触情绪也正常 为了稳定孩子的情绪 救援人员提议 让孩子的父亲老崔 试一下 能否把孩子给抱出来 老崔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看看时间 孩子困在井里 已经超过五个小时了 时间已经不能再耽搁了 救援人员不得不换 另一种救援方法 用绳子再系进去 一个绳子 在他身上绑好之后 一个人 然后把绳子递出去 一个人在外面拉 绳子往外拽 我拖了头往外出 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救援 萧赫赫 终于被成功救赴 浩浩第一时间被送往了医院治疗 经医生检查 他只是简单的擦伤 先已经出院回家休息 而出事的机警已经被封堵 两天后 在博州消防支队的门口 我们又见到了小浩浩一家人 这个淘气的小男孩跑来跑去 看起来精神很不错 平安365再次提醒大家 农田里废弃机警很容易发生危险 不用的机警应直接封堵 如果是常用的灌溉警 使用完毕 应及时用石板等重物盖住井口 并做好警示标志 以防类似事故的发生 出下惊险暴雪 百名外籍老人被困山道 新加坡来的 狂风暴雪 毫无准备的他们 能否顺利获救 平安365危机时刻 正在不出 眼前的这一幕并不是发生在冬天 而是发生在2014年5月11日 山西武台山 5月的山西新州 已经进入初夏季节 因为著名的武台山就在这里 游客常年络绎不绝 然而 在2014年5月11日这天中午 风云突变 温度骤降 武台山景区突降暴雪 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内 山上大部分景点 山路完全被大雪所覆盖 夏季里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让当地所有居民 以及游客都措手不及 在武台山东台顶的 鸿门岩景点附近 几辆旅游大巴和数量轿车 就被困在了这里 因为暴雪的凸价 导致路面积雪结冰 毫无准备的车辆 全都被困在了山路上 困了多少时间了 困了三点 三点五十分 三点五十分困到现在 困了三个多小时了 因为天气的反常 游客们并没有足够的预寒准备 根本无法在山上藏着的等待 而且这场风雪 眼看着越来越大 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现在当务之急时 他们必须赶紧下山 到达安全的地方 让车辆陷入冰雪中 无法动态 路面右边就是悬崖 在这漫天飞雪的掀起下 完全看不见地 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冒险前进 极有可能撤毁人亡 见此情况 大巴车司机 值得报警求助 山西五台山消防工队的消防员 接到求助电话 立即赶往事发电 可是消防员的助援 却并不顺利 距离红灭岩 还有三公里左右 由于雪大陆太滑 车辆已经无法前行 所有官兵 携带 铁锹 扫瓦 大衣等救援物资 及装备 突破赶往红灭岩 赶到现场后 大家发现情况 十分急爽 因为当时风力 大概有个七八级的样子 雪将近有半米多顺 所以说行定比较困难 已经发现了路边防护栏 如果说继续前行的话 有可能断开防护栏 跌到悬崖下面 造成车毁人亡的情况 太远的车是吧 上面几个人呢 四十多个人 可是 几辆重达数十吨的大巴车 竟靠十几名消防员 该怎么把它搬出雪坑呢 救援人员尝试着发动车辆 可是此时车轮 完全陷入到了雪坑中 因为结冰 车轮大滑 根本无法前进 救援人员想到 是否可以依靠人力 把车辆从雪坑中推出来 几十吨重的大巴车 加上轮胎打滑 再加上车上四十多名乘客 经靠十几名消防员 是无法推动的 只有一点点刨开地面的冰 先让大巴车的轮胎 能够转动起来 那样的话 也许大巴车 就能自行使出这个雪坑 此时的气温 为零下十五度左右 风裹着雪 弥漫了整个山谷 消防队员的身上 结起了厚厚的冰块 但是消防队员们 并没有任何抱怨 也没有因为天冷 而减慢手上的速度 往外不拉 往外不拉 早了过了 估计有个两三分钟以后 冰城也差不多早开了 当时上半身 就已经没有自觉了 没过一会儿 全身都冻僵了 终于清理了 卡住轮胎的冰雪 救援人员希望 大巴车里的乘客 下车一起推车 但是车里的游客提出 大家都是六十岁以上老人 无法帮助 三辆大巴车 还有几辆小轿车 如果全靠十几名消防队员 挨个推出来 这样的救援 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当时我想到 多台点有一辆产车 我立即去了多台点 联系到大家师父 祈求大家师父 用产车 协助我们接行救援 画面中出现的这名僧人 就是事发地附近 望海寺庙的住持 绝一师父 一听说 一听说因为下雪 有车辆被困 决一师父 马上就调动了 正在为寺庙 进行修缮的工程铲车 前来帮忙 有了工程铲车的帮忙 救援开始顺利起来 终于第一辆大巴车 驶出了雪坑 用同样的方法 第二辆 第三辆大巴车 也成功脱离险境 太滑了师父 你稍微等上一下 稍微等上 你从哪上来的 我从沙河 沙河 哦 你妈冷了啊 没事 我们没事 衣服 沾头都是湿的 当时都结冰了 把沾头脱下来 就都放到墙上 都立着了 都是立起来的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被困的车辆和游客 终于被成功转移到山下 平安365 再次提醒各位观众 夏季出游 考虑目的地的地理情况 有需要的话 应适当准备预寒衣物 如果遇到极端的雨雪天气 发生类似的 被困雪地的情况 首先就需要在车轮上 捆绑上防滑链 以增加摩擦力 紧急情况下 路边的干草 碎石头籽 布类 甚至车里的脚垫 都是可以垫在车轮下 增大摩擦力的工具 这里是福建省厦门市海天码头 7月4日上午11时许 一个带有25吨化学品的集装箱 发生自然 福建省厦门市消防支队 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事故现场 消防员用销火水炮控制住了火势 但就在此时发生意外 爆炸发生后 为防止有毒气体进一步扩散 消防队员们从集装箱四周 灌入泡沫降温 并用水枪从顶部浇管 经过近6个小时的努力 大火被消防员们彻底扑灭 据了解 炎热的天气是引发有毒化学品起火的直接因素 平安分的物体是您 请勿将逆燃物品置于太阳下暴晒 以免发生火灾